马术是奥运里唯一有动物参加的比赛项目 和人类一样 马儿也怕热 对抗东京的热天 马匹住的场地有空调 冰块 更有专业的降温团队负责 饲料也全都是从海外空运来的 让马儿在奥运期间住得好也吃得好 东京连日高温就怕参加马术项目的马匹也中暑 在冬奥比赛场地的七座马房全都有安装空调 马房外侧也准备了许多冰块 冰水 还有专业的降温团队专门替马匹降温 在训练场 赛场等地也设置了降温帐篷 在越野赛道附近有移动的降温车辆及团队随时提供服务 住得要舒适外 吃得也不可以忽视 和选手不同 他们不是在选手村吃日本的当地食材 参赛马匹的饲料全都是从海外运送 在奥运举办期间总共有60顿饲料与马匹一起空运到东京 根据马儿的状态 饲料中还会添加多种不同类型的营养成分 帮助马匹保持最佳状态 在本届奥运会和藏奥会期间 总共有328匹马分成19个班次 通过空运来到了东京 要将这么多马匹运到日本也是个大工程 每个运马箱中都会有两只马 随行的工作人员和受益会保障他们的舒适及安全度 严格来说他们也不是坐飞机而是站飞机来的 就连睡觉也都是用四只脚站着睡 并且随时都享有飞机餐及临时伺候 准备充分 赛事上人还是会有意外 德国现代五项选手使乐原本是夺金大热门 但在马术项目时却碰到马儿不听话 乘机挂临 让他当场痛哭流涕 有选手批评官方选马缺失 国际现代五项总会则回呛 赛场上设施和马匹都经过严选 所以别再怪马了 选手应该为自己的表现负责 接着留意志报道